今天我收到了一个复仇失败的复仇者硬盘 硬盘据说在线下检查过,但是无解 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用的是什么方案 贴纸给它撕开 这个肯定不用说了 不知名的黑片 主控用的是红新语的HG2263 这个主控其实用的就是群联的马甲 咱们先看一下颗粒ID能不能读到吧 现在我是已经给它短接上了 直接点这个存储芯片测试 现在这里读出来的ID都是空白的 很显然这个盘的主控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是它的主控有问题 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之前你不是说主控坏药的概率比较低吗 是的,我是有说过 但不排除有特例嘛 一开始我接触这一类盘的时候 也不相信是它的主控有问题 但是后面接触的多了 就会发现屡试不爽 因此它就成为了通病 当然了这只是针对某些特定的 大部分还是不能用这种方案的 现在我们直接从这一块料板上 找一个原厂的主控 把这一个副厂的给替换掉 先把它原来的这一个主控给拆了 然后顺手给它清理一下焊盘 再把我料板上的这一个主控给它干回去 现在我们给它重新检测一下 好的,芯片ID已经读出来了 这是一个海力式的颗粒 12345678 8个ID都有啊 但是海力式的颗粒嘛 我觉得大概率又要翻车了 虽然这个ID识别是正常了 不过这个盘它目前还是一个掉固件的状态 我这边尝试了一圈 因为固件太新并没有找到适配的 海力式的颗粒就算可以适配上 估计出来的数据也大概率是坏的 就暂时先放声调吧 这个盘复仇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颗粒的问题 斑板什么的我就不搞了 因为固件也不在主控板上面 但是这一块神舟的盘 我是有足够信心的 因为它用的是紫光封装的颗粒 里面的晶圆一般是英特尔或者美光的 刚才我也偷偷检测过 它们两个是同病相连 所以咱们继续来干这个主控 我原来料板上的这个主控 又给它重新拆下来直完球了 到时候再把它这个马甲主控 重新复原回去退掉吧 今天我是不愁这个主控找不到下家的 因为咱们有两次机会 神舟的这个盘上面还带了胶水 先让我简单的给它清理一下 接着把这个主控给干上去 主控干完 上机直接轻松秒杀 这一个才是我想要的结果 就是这个主控挂了嘛 我们再来看一块二修的杂牌子硬盘 当时对方把这个硬盘的照片发给我的时候 我就告知对方机会不大了 第一就是它这个颗粒属于N38的QLC颗粒 其次嘛就是这个颗粒以及主控全部都被干过一遍了 全部都被干过一遍以后 那我还干什么嘛 我们知道这一种QLC颗粒它是不耐高温的 何况是这一些大黑片 二修留给我的操作空间就非常有限了 第二就是这个主控属于YS9082的主控 目前是不支持固件级操作的 如果它是固件损坏 那依旧是无解 但是大家喜欢看我翻车的视频呢 所以我就特意找了这一块高难度的来操作 我们来上电看一下 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的 刚才这个灯闪了一下 我们短接看看 颗粒目前它是无法检测到的 上面一个ID都没有显示 之前我也说过啊 这个板子的设计它是有通病的 因此我们需要找一块比较猛一点的料板 把上面的这个电感给它替换掉 为了提高这个成功率 这一次我就直接用烙铁来焊接了 OK 电感换完以后 这个电流目前看起来还是跟刚才差不多 这是正常的 毕竟硬盘之前被干过一遍了 我也感觉不大可能就这么简单被轻松秒杀嘛 至于这个颗粒ID无法识别 是不是它的原始故障 现在也无从考证了 目前也没其他办法 只能接着上架的存档继续玩了 电感换完以后 好像稍微有点改善了 现在是识别出了一个ID 还有一个ID是不正确的 就是第二个颗粒 目前事情还是稍微有点进展的 刚才检测到第二个颗粒识别不正常 第二个颗粒对应的就是右边的这一颗 有可能是上架在干这个颗粒的时候 没有干好 当然这也不排除原始故障 它就是这一片颗粒坏掉了 我们还是先把它拆下来 单独测试一下吧 说实话 QLC黑片我干起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 刚才我把这一个颗粒重植了一遍 现在我们再来检测一下 我们单独检测一下 这个颗粒ID能不能识别到 好像识别还是有问题啊 这里是81D3 正常来说这里应该是89D3开头的 所以这一块盘的原始故障 有大概率就是这一个颗粒 它自身挂掉了 而且又恰好遇上了它的通病 颗粒挂了 那里面的资料就没有办法提取出来了 目前也只好再给这一个颗粒重新安装上去 看一下有没有奇迹发生了 我相信它是没有的 颗粒我又给它重装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 果然还是一样啊 就是这一个颗粒挂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修到这一步了 就像我这样的颗粒挂了 就像我这样的颗粒挂了